大家好 歡迎收看請問康健 我是無明洪 無醫師 你的問題今天由我來解惑 蝦妹 毛孔粗大可以怎麼改善 基本上毛孔粗大一般來說 跟你的油脂分泌過往剩 或者之前你有一些輕微的痘疤是有關係的 那治療的方式其實是需要符合式的雷射 以及外用的一些藥物 甚至需要一些口服的一些低基量的A酸 徹底去改善你的問題 我這個娃娃 黑頭粉刺一直長出來真的好煩 怎麼樣可以不要再長黑頭粉刺 其實粉刺就是一種角質代謝的異常 它在毛孔產生狡化 然後堵住你的毛孔 那如果要改善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居家的方式你可以簡單使用一些外用的低濃度的果酸 但是如果這個效果不是很好 那你當然可以進一步的到美容院去做美療 或者是到醫美診所去尋求果酸患服 或者是進階的雷射治療 這些都會有助於改善你的情況 鋼蛋 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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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 鋼鋼好醜有什麼方式可以去除呢 基本上鋼鋼鋼鋼是一種快速生長造成 膠原蛋白失裂的一個後遺症 某種程度上來說它是個疤痕 它沒有簡單的方式 它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例如說雷射填充 甚至需要做飛蒸 甚至需要做超賣充等等 才有可能讓它變得比較淺 它是沒有辦法完全消失的 雞咕咕 消除豆疤一定要雷射才可以嗎 一般來說我們講豆疤其實要分成兩類 一種是所謂的色素沉澱 一種是真的疤痕 疤痕又分成凹的跟凸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一般的色素沉著的話 其實你只要使用高濃度的維他命C 維他命E的乳液 或者是隨著時間不要再長新的青春痘 它就有可能慢慢淡化 但是一旦你是疤痕 真的就需要醫療的介入 而且需要一段時間的處理 才有可能去改善它 一定大拇指的啦 男性皮膚科醫師也都有在用保養品嗎 這真是個好問題 皮膚科醫師是唯一出門會打散的醫師 所以你在外面看到會打散的醫師 十之八九都是皮膚科的 那皮膚科醫師當然會使用一些保養品 特別是清潔保濕防曬 一直都是皮膚科醫師在倡導的 三個自我防護的觀念 所以我們一定都會使用 例如說像是防曬啊 保濕啊 等等諸如此類的產品喔 山裡的野豬就是Cogoro 皺紋長出來了 認真保養會消失嗎 基本上皺紋我們可以把它分成動態跟靜態兩種 動態的紋路 我們其實可以用肉毒桿圈去把肌肉放鬆 但是你就像一張紙折久了 一旦產生靜態的紋路 它是沒有辦法自己消失的 它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 例如說做雷射 讓它慢慢的淡化 甚至有一些比較凹陷型 比較深的體積缺陷的疤痕 它需要做填充 呃 它一個句號 好 運動的時候到底可不可以化妝 應該是說任何時候你只要有化妝 粉底液的部分比較容易會卡住你的毛孔 那如果你沒有做徹底的清潔的話 是很容易造成毛孔阻塞 進一步造成皮膚的發炎 甚至青春痘的問題 所以無關於是不是運動 反倒是化妝後的清潔跟卸妝是非常重要的 鋼鐵香蕉 最近突然長出了很多痣 是不是皮膚癌的前兆 基本上來說我認為突然間長出很多的痣 一般來講會連結的是有一些 內分泌器官的癌症可能會有機會 所以你可以考慮去做體檢 那另外的話可能其實跟你的防曬做不確實 或者是最近你壓力大老化走得比較快會比較有關 如果真的不知道很簡單 就去括號找皮膚科醫師 它就會幫你解決你的疑惑 小天使集合 醫生相信眼角的智會招桃花嗎 這個已經可能超出我本身皮膚科的專業 但是因為我自己對命理也有一點涉略 我覺得有耶 因為我覺得我在門診看到眼角呆滯的 男的不是長得帥女的就長得漂亮 所以我覺得長得帥跟長得漂亮的女孩子 頭髮應該都蠻好的吧 通靈呼吸素 常常染頭髮會傷身體嗎 其實會耶 必須說染頭髮因為畢竟裡面會有一些染劑 不管你今天是要讓頭髮脫色 還是要讓頭髮上色 其實都會牽涉到用到很多的化學染劑 那這些化學染劑 那這些化學 基本上很有可能會從頭皮去吸收 就會對身體不管是肝臟腎臟產生危害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染髮的需求的話 可能要跟你的設計師說 要避免染劑接觸到頭皮 他們好像在染髮前會上一層油 比較有效的隔絕染劑 直接透過頭皮去吸收 阿貓單腳站 長期沒有防曬 現在才開始塗防曬 還有舊嗎 當然有啊 孩子什麼時候努力都不嫌晚 防曬隨時隨地都要開始 我記得網路上有一張圖 非常的有名 就是有一個美國的時機 它每天都由動向性開卡車 這樣連續照了40年 那張照片就照它左右兩邊的臉 一邊跟另外一邊相差20歲 所以我認為防曬隨時開始都是很棒的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我的回答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按讚分享 請問康健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